法癖如水精藏演藝 3月9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花莲体育一场登场了 这三场临山法会将由慈祭的教育 还有医疗制业体单纲演出 在此之前 所有要上台的入精藏菩萨们 已经演练了超过半年的时间 今天起我们推出了系列报道 但您看临山法会中的这些人 这些是 今天我们一连串的两则报道 先从这个画面开始看起 这群小小孩来自于慈祭幼儿园 他们也参与了精藏演绎 为了让小小心灵也能读懂水颤的道理 老师们可是煞费苦行 午餐时间 小朋友们一口接着一口吃着饭 不但没有爱说话 有时还抬起头看着某个角落 原来是学校的广播系统 老师正在另一端为大家说故事 今天雨芬老师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慈悲三昧水颤的由来 听故事 曾智慧 孩子们说出自己该做的事 显露出慈悲心肠 然后他们都没有米可以吃 都尊重人家 在团体中彼此尊重 小朋友们说到做到 小朋友们说到做到 心脏的过程中心境安定 行为稳定 人格修养自然而成 来 新闻真身美职工 华联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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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